河南抗癌七年女大学生张晓文卖花旧母 她自强不息的抗癌行动 经中兴社中兴网报道后迅速成为热点 感动万千网友 10月22号晚 记者再次来到郑州黄河科技学院回访晓文 她说今后将坚持卖花 希望成为妈妈的榜样 让妈妈看到她如何生活 如何抗癌 坚持卖花 我也希望我妈能够受我的感染 看我如何生活 看我如何卖花 看我如何坚强抗癌 看我如何走到每一步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我妈妈的榜样 夜幕降临 小文推着花车在校园里吃摊售卖 满天星 向日葵 加上亮闪闪的小灯格外引人注目 购买者络绎不绝 9.9元一速让小文忙得不可开交 有的购花者既是顾客也是伙计 他们纷纷伸手帮忙分装 包扎 小文把一粟粟鲜花交到购花者手中 他们得知小文的抗癌故事后 也都为其点赞 真的非常强大了 因为女生的心理 其实一般承受能力不太好 但是我感觉她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 生活让我们不易嘛 我们要把生活过得更好 她这个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是不限努力的精神嘛 我如果以后我遇到困难的话 我肯定会学习她这个精神的 特别的逆致 就行为就特别的积极向上 或者说对吧 位于如果处于我的角度 如果是我家患上这样的事情 如果再处在我身上 我都不知道 我可能做不出来像她这样的 积极累积的行为 据了解 今年23岁的张小文 在2013年患上恶性黑色素瘤 就在她与病魔斗争时 2019年8月 小文的妈妈被确诊 患上小细胞肺癌 在家庭与学习的双重压力下 她开始在校园里摆摊卖花 为妈妈筹集医疗费 10月18号 小文坚强的抗癌行动 经报道后迅速成为热点 截至23号 她收到社会各界捐款总数 已达29万多元 震惊之余 确实觉得会有一些欣慰 其实她远远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想 原来在水地筹40600之后 那我都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了 然后我没想到 就是广大网友 就是那么的温暖 一下子直接是20多万 让我真的非常震惊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 会对我帮助那么大 小文告诉记者 如今她和妈妈 都是每三周去医院 进行一次免疫加靶项治疗 妈妈的病虽然越来越重 但她希望用实际行动 为妈妈带去希望 今是卖花来是漂亮 我为了当下的生活 来是的漂亮 那我会选择继续贩卖美好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行为 能带给更多需要温暖的人 一些正能量 为我妈带来更多的希望 为我们这个家庭 带来更多的希望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